大家好,我是美食圈哥 还是那句老话,今天你又得着了 圈儿更新一道硬菜 非常适合什么家里来人来写茶的做这道菜 非常有排面,而且还非常好吃 首先我们把虾仁给它开背 然后准备沙拉酱跟脆皮糊 然后再准备土豆,给它切成薄薄的片 我们行业里叫什么呢,叫土豆松 这个是非常要求刀工的 如果没有这种刀工的 村哥建议在家里边制作用茶碗茶也可以 这个土豆松切好之后,我们用清水 给它洗干净,把土豆的 所含的淀粉给它洗净 然后锅中我们加入清水 下入这个土豆丝 给它进行焯水 土豆丝焯至炖上之后,我们倒入控水 然后锅中再次加入清水 放入虾仁,给它焯熟 然后锅中水分刷净 下入这个撕拉油 这个脆皮糊,我们加入清水,给它霍霍 如果粉丝朋友在家里边想做这道菜的 有哪地方不明白,或者霍霍的比例不知道 可以给村哥私信,然后村哥告诉你 然后锅中加入撕拉油 带油温烧到五成热的时候 我们倒入这个土豆丝开始炸制 在家庭制作,村哥建议土豆丝 分两次到三次炸 因为 家里边 漏多油 得浪费,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在土豆丝炸制飘起的时候 微微 发黄,微微变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捞出控油 然后呢,虾仁挂着这个赤皮糊 开始炸制 在炸制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即可捞出 然后呢,我们开始进入下一环节 然后,我们开始进入下一环节 炸好的下来,我们裹上 撒拉酱 在撒拉酱 均匀地裹上之后 再放到土豆松里面 再滚一层土豆松 虽然说,此事还比较麻烦 但是说,家人来家人来起来 一上这菜,跟你说 绝对有排面 小孩大人,吃灯萎毛病 尤其小孩非常爱吃 撒拉酱的有甜口 视频看到这里 一道金丝奇妙小球 就直至完成了 如果大伙喜欢 圈哥的美质视频 不要让转发点赞加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 好看 感谢观看